量子力學我們聽得多了 究竟有多少朋友知道什麼是量子力學呢? 今天我們透過研究這方面的物理學家 Richard Feynman 他的生平,讓我們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更加成功的人 歡迎收看 Tiger 短片教室 我是 Tiger 這個 Playlist 叫做追求成功 Lifehack 希望和大家一起學習和實踐 如何做到一個更加成功、更有影響力的人 如果你第一次看的朋友 記得按讚這條短片和按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就是 如何簡化生活中的選擇 在1965年,榮和諾貝爾物理學獎的 美國物理學家 Richard Feynman 在量子力學的發展和研究中 是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而 Richard Feynman 最有名的 當然是研究了原子彈 而結束了二次大戰 所以 Richard Feynman 一個超級有影響力的科學家 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找他不同的短片 都會見到他很多人生哲理 很多理論 是一個非常有 passion 的科學家 好了,說回什麼是量子力學呢? 其實我做了很多 research 和研究了很久 其實是頭都爆的 簡單來說 量子力學是顛覆了傳統的物理學界 舉個例 如果我有一個球 直線地扔去牆 我們會期望這個球 直線地彈回自己 這就是線性的移動 但從量子力學觀察 其實粒子的運動軌跡 不一定是直線 以彭球為例 如果你是負責擊球 你打中了一個球 之後 有60%可能會飛過右邊的觀眾席 有40%可能會飛過左邊的觀眾席 而Richard Feynman 可以拿到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關鍵 就是因為他可以計算到粒子移動路徑的方法 即是說什麼呢? 他可以計算到彭球 飛出所有路徑的可能機率 也是這個學術上稱為路徑積分 雖然我們不知道 是否因為 Feynman 過度專注研究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呢? 都是令到他人 在選擇物件的時候 出現過度思考和猶豫不決 他亦說過過了困擾 被困擾很難去做一個很明快的決定 即是他人很不抵抗 他用了很多心思 希望能克服自己悠遊寡斷的性格 最出名的一個例子 就是當時他讀麻省理工 MIT 他在學校會提供很多不同很棒的甜品 給學生、老師去選擇 因為每一種看來都是非常好吃 往往都令到 Richard Feynman 很困擾 在想究竟吃哪一款甜品呢? 有一天 Richard Feynman 終於頂不住了 他就下定決心 我不想浪費有的人生在這麼無聊的問題上 所以他就決定 從今以後 甜品我只會選擇朱古力雪糕 這個決定一直維持到他大學畢業 他除了朱古力雪糕之外 任何甜品都沒有吃過 甚至乎將預設人生的模式 放在其他生活中所有瑣碎的事情 即是說只要遇到在那些瑣碎事情上 他就會自動自動自動作決定 他就不會再用大腦的資源 去思考一些無關痛養的項目 所以令到他更加專注 去關心他重視的領域 令到他有更好的成就 其實我們都會見到 無論是愛因斯坦 Facebook 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甚至乎是蘋果的 founder Steve Jobs 他們都有類似的習慣 因為他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 今天要穿什麼衣服 要吃什麼 所以你會見到他們每天都穿同一款衣服 Mark Zuckerberg 亦曾經公開過他自己的衣櫃 裡面全部款式的衣服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不會花心思去想 究竟那天穿什麼衣服 其實這些簡化生活 可以令到我們節省很多不必要的浪費時間 讓我們可以將心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裡面 其實對於自己的反思是什麼 就是不要將一些不重要的流程 每天都會重複去想應該怎樣做 例如每天起床 究竟我應該先洗臉 先擦牙先 還是先洗澡 其實我自己的習慣 每天起床就會把電話 播一個音樂 然後就是洗澡 然後就出去擦餐廳 吃早餐 看書 然後就上班 這樣 這樣 當然會有時候有變化 有些特別的工作底下 但正常的生活模式都是這樣做 這樣東西的好處是什麼呢 可能你是一個自由工作者 Felancer 或者是一個創業者 一個老闆 其實你有時候不需要 真的上班去 九點鐘十點鐘要回到公司 第二 當你沒有一個自己的生活模式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被身邊的人影響或者打亂 第二 我們其實不需要再去想 那一天究竟是怎樣開始 因為你已經是自動 一個反射神經 就會做你平時做的事 然後就是展開你那天的生活 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更有精神 和精力去專注 一個你最需要你的地方 從而達致成功 好啦 今天的短片故事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短片 記得LIKE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你也可以留言給我 告訴你你的想法 下次見 拜拜